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视频 这期视频我们还是接着上次那part3讲 温尼伯的绩效 这次我们说说红货学院 也是一个网红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首页就是一个 原住民的照片 它是说什么庆祝原住民学生的成就 然后5月6号 加拿大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对原住民好 就是政治正确 大家都得这么做 咱们这个老规矩还记得我说的吗 就是找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上面最大的这个东西 就是学术 对吧 学术里面的all programs and courses 每次都这句话一定是这个 这里面就到我们经常看到 选专业的那块 里面就说 它说我们提供certificate, diploma, degrees 这个红河比MITT相对于来讲 还是稍微的好一点 然后它提供的课程也多 你看它有100个全职的program 就是专业 好 第一个选项里面 肯定还是你选你的大的分支 你看你需要是学什么东西 然后咱们就在这里面随便选一个 假如就是工程吧 然后里面工程大类 工程和建筑科技 这里面我们随便选一个就是 假如是这个Sivo吧 就是这个叫常说的这个建筑工程 点开这个 好 这个就是说是建筑工程 给它直接翻译还是翻译 这里面就是图木 对这个就是图木工程 对对对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了解一个 它的大致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第一年 上的是这个浦东的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都是什么时候开学 然后它在哪个校区 我说它这个红河比较大 因为它有好几个校区 一会我说 然后它下面告诉你 这个要学的这些基础课 你必须要至少2.0的这个GPA才能过 2.0已经十分简单了 就要求不是很高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 就有国际生专门要点的这个信息 就是这个国际生和本土生 一般都是不一样 它界面一般都是主要是写着本土的 然后它国际生一般会单独给你单写一个东西 这我们点开一眼 这一页打开就直接说是国际学生的项目清单了 咱就不用从外面看了 这里面它就把这个国际生单独列出来了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 它这里面就是对 它单独了一下 这是说是 这是5月3号刚刚他们红河更新的 一个专门给国际生的东西 看这些专业就是 他们还有这个什么 就是语言学校 红河的语言学校 你看秋季2022 开着呢 然后2023冬天 2023春天 这都开着呢 然后第二个 这是学商的里面的这些几个专业 有的是没开 有的是关了 这是它更新了一个单独的东西 下面这个是IT的 然后也都关了 有一些2023的冬天开的 下面是艺术类 艺术类就开了一个 communication design 就这个国外学校的申请时间 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假如说你是2022年 今年的这个秋天想去入学的话 你的申请时间应该是去年的这个10月份到3月份之间 就是去年秋冬的时候升的是今年的秋天 然后呢 去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升的是今年的春天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夏天了 就马上要升的是2023年的春天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它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秋天都关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就是主要这个是平常普通的那种学校 就春秋两季那种 但它这种绩效类的这种学校 它有可能就不是指春秋两季 它可能是每个月 每一个季度它就是收益不让人 它就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它说你看现在 22年冬天 22年秋天的话 它也有开的这个专业 就取决于各种专业 大部分都是春秋两季这样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NA Not Available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creativecommunications 这个专业在冬天和春天根本就没有课 只有秋天上课 这个你就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如果你只想上这个专业的话 你这个春天根本没有课 你下次能上课的时候 只有是2023年秋天 那你要想升它这个2023年秋季的话 刚才我说了 就是你得是今年的这个秋天 就是现在是五月份 就是大概是八九月份的时候 你去升明年的这个秋季的这个课程 刚才我点的是这个 这个它出来一个PDF 你如果想打印出来看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往下滑的话 它这个更清晰一点 这个做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它们这个网页 确实是还是不一样 这个它给你直接做了一图标 挺方便的 它给你说是提供的是什么学位 然后到底几年 然后在哪个校区 你看清清楚楚的 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什么时候入学 这几个图标 然后它这个你看 就是说 Business的这个里面 这里面是Business里面 这个院里面的这些专业 它是什么样情况 假如咱们看这个第二个 就是这个应用会计 你说就是很多人问这个 来学会计 就是你看 举个例子 你看它提供的是一个certificate 然后是一年的时间 在哪上课 然后它说它下一个入学时间 是冬天 一月份 那就是咱们看下面这个 Next Intake 就是今年的秋天 直接给关了 那就是这个2023年的冬天 是他们下次入学的时候 然后春天没有课 下一个就是秋天可以升 这个讲道理 下一个这个入学 不应该是今年的秋天 它怎么写的是冬天 这个不太清楚 这个可能是他们 今年的秋天也没课了 大概理解这个意思 咱再找一个 假如说是这个法律助理 这个 也是一个certificate 给一年 然后在这个地方上课 夏天入学 OK好 夏天入学就是说 2022年的这个夏天 你看入学刚关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就下一个入学是他 然后至今年秋天没有课 然后今年冬天没有课 然后下一次就是2022年的这个 OK好 那这个法律助理 那只是一个夏天的课 这就看明白了 就是我只是每年夏天招 然后上一年 上到夏天夏天 是这么一个意思 它每一个专业都是每一个东西 下面很多 下面大家可以看 就是 这都是IT的 这是艺术的 这都不一样 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看看 我把这个网站贴出来 红河我就给大家带到这 这信息已经很丰富了 就是一个抛砖引玉 你就知道怎么搜 你看这个就是Skill Trace 就是这个蓝领技工 就是CNC 就是做这个机床 去切割的这个机床 就是那种激光 还有这种这个钻子 去把那东西割出来 那叫CNC 就是数字数控机床 然后什么这个 你看还有这个汉工 汉工是什么样的 汉工也是 给一个certificate 然后比一年要少 那估计八个月 然后秋天入学 然后看看就是how to apply 证明就到了这个 到底怎么升 然后呢就是说先选你想什么专业 然后呢就是准备你的语言成绩 语言成绩 我们直接就看他的这个 应该是雅思 雅思academic 雅思A类考试 是看看国际程式 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条件 这一页就是说 不同的专业 对应的不同的雅思分数 哇塞 你看这个写的还是蛮清楚的 就是不是很好找 但是我把这个网页贴给大家 就你看什么专业 对应的雅思的最低分数 申请的分数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学历要求 这里面就是说是12年教育 就是之前说过 就是上完高中 高中上完就高中毕业就可以上 是最低的一个要求 然后就是交这个押金 1500加毕业 就是14天内 如果他给了你offer 就叫押金了 你就是确定要上了 然后就是交完押金之后 他就正式给你发一个 这个就是offer 然后拿这个offer来伸这个学签 学签伸完之后就交学费 学费是最低7500 这个学费应该也是每个项目不一样 他这地方写了 I-S Made Fee 就是国际生的这个交钱的这个东西 也在这写了 他这个真的挺清楚的 都给你写好了 点开 他就告诉你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法律助理 这个钱一年是一万块钱 然后加上书 什么杂七杂八的 大概是一万五千刀 加币 说到这个钱 这是只是学习的钱 你肯定还有生活成本 到时候我再做一期视频给大家 就是说来这 怎么说 就是走移民 走学习这条 学签这条路 是个成本 最低是多少 上次我们看到这个MITT里面 咱们找一个差不多点的 就是这个西厨 西厨这是 一年学费是 一万六 这一年学费是一万六 然后这边 这个红河的这边 看这个酒店管理里面的 国际生的 这个西厨 就是这个 看里面多少钱 这一年 也是一年 一万六千九百六 差不多 这两个都差不多 这样的话 咱们横向一看 你就知道 在温尼泊上个绩效 一年是多少钱 就是在一万七 一万八的样子 最后是告知 这个红河 你的这个学签 被审批了 告知他们 然后开学前的日子的 这个三十天之前 最好是拿到学签 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取决于自己的 这个取决于 这个他们什么时候发学签 这个时间等待的 目前还是比较长的 这个有了offer之后 就是去申这个学签 学签有了之后 到手之后 就是你就可以买机票了 就可以要飞了 这时候就是你就踏上这个征途了 就这意思 好 这个时间线 我给大家再过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是想申2023年秋天的话 就是你今年2022年的秋天 就开始准备 比如考雅思 去公正你那些成绩 这些东西就开始准备 然后就是在他们这个网站 比如说这个学校 就是在他们这个网站建个账号 然后把你那些这个东西先提交 然后你就是等待 大概在明年三月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会告知你这个有没有被录取 然后你录取的话 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假如是一个电子版的 就是说你录取了 然后你要不要接受 然后你就交这个什么 他说1500块钱这个押金 等你交了之后 他就会给你把这个东西 一个这个纸质的 发到你国内 然后你拿着这个offer 去申这个学签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然后有了学签 等待 然后大概不知道等多久 可能能不能等到那个秋天 不行的话 你就可能还得去延期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幸运的话 或者说希望你六月份左右 或者七月份就能拿到学签 然后拿到学签之后 然后基本上这时候快开学了 你就该交学费了 交完学费之后 你才是告知他们说 我学签拿到了 然后学费也交了 然后现在你才是买机票 然后你才准备费 才能 然后就开始过关 在加拿大这个边境 然后再去换大钱 就这么比较复杂 一路一路的 就是hopefully 最后你在八月份 能赶上明年 2023年八月份 能赶上秋天上学 还有这个 刚才我想说这个 他们不是有好几个校区吗 本来想给大家去 这个现场实地逛一逛 我一看 哇塞 他们这个网站 做的真的挺棒的 还有这个交互的 这个直接就在这个上面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校区叫 Exchange District 就Downtown的这个 直接这个地方 有一个360tour 整个这个校区 你看这个 在Downtown有两个楼 这个楼 直接点进去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学校里面的样子 这个都不用我过去看了 真的真的不错 这个网站做的 这个library 就是他们的图书馆 你看 有机会我也过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走进去 到底在干什么样子 然后再看看这个 就不同的地方 你都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氛围 他都拍了这个 全景360的这个照片 挺棒的 就可以能直接看 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里面这个是一个 学校里面的 这个学生宿舍 你看 粮室的还是 然后我还有什么 这个哇 学校的这个厨房 就是这个 这个学生宿舍的厨房 你可以在这做东西 然后这个休息室 哇 真的还是不错 这个学校 然后还有这个看电影的地儿 这是单间的 这真的是 这个红河这个公司 为了这个招生 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这真的确实是给人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这不得不说 真的是不错 这个网站我也给大家贴过去 大家可以自己点开玩一玩 你看这是他们这几个 几个校区 你看 你看这地方还有机场 机场旁边还有一个 因为他们不是有机修吗 机修这专业肯定它是在机场 它旁边肯定有机库里面 整个就是那种上手体验的那种 也挺不错的 然后 这个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远处还有一个Canvas 就是旁边一个 旁边的一个城市 叫Sellkirk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区 这边这个还挺大的 行 这次这个红河就介绍到这儿吧 该说的也都说的差不多了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点点这个网站里面东西 可以看一看 里面有不少东西可以浏览 好 我们下期见